首先呢 我們帶你來看 在台北西湖市場 有一個隱藏版美食 那就是花雕雞煲仔飯 先是用桃鍋煮飯 熟了以後會產生鍋巴 再鋪上了帶有花雕酒香燒成的五股雞肉 69年次的年輕老闆 把一鍋動輒千元起跳的花雕雞 改良成這樣的親民價格 還放上了媽媽做的糖心蛋 這個全台灣獨創的吃法 果然是獲得顧客的喜愛 燒得滾燙的砂鍋 美鍋再裝著熱平冷的熟米飯 兩道高溫相遇 熱氣很快就從鍋圓冒出 這時包仔飯的靈魂 陣陣的鍋巴香 已經慢慢釋放 過焦的話就會有苦味了 所以它要烤到剛剛好 所以要壓著不斷的翻 銷魂的包仔飯最迷人的地方就是 砂鍋會烤出一塊塊鍋巴 烤久了大概就知道 什麼樣的鍋巴最恰到好處 當然這金黃金黃色的那種鍋巴 是最好吃的 就是不會脆 然後也不會過於軟 然後呢也不會過於硬 鍋巴飯做好以後 還要立刻鋪上最人的花料機 酒香混著鍋巴香 在天上的綠色蔬菜和糖心蛋 每一口滋味都讓人陶醉 就是看到鍋巴 對 很喜歡 對 我就是自己家裡做不出來 對 沒錯 沒有想到說這個敘湖市場裡面 有很多東西好吃這樣 下次可以多多來 每天這道全台獨家研發的 花雕雞包仔飯就熱賣上百鍋 讓客人選擇鍋巴多 鍋巴少 然後不要鍋巴 做起來不會麻煩 也是會啦 只不過現在都是人性化的社會 就是這樣的客製化 讓阿華的包仔飯 成了西湖市場美食街裡的人氣名店 其實他在退伍後 就和花雕雞結下不解之緣 當時他和幾位朋友一起經營 台北最知名的花雕雞餐廳 九年後大家理念不合 於是分到楊彪 他們那時候也怪我說 上一份工作那麼好 就是一個月五六萬那幹嘛不做呢 好好的幹嘛不做 那我就想說 與其一直幫他打工 何不適的自己創業看一看 整整用業時間處於無所事事 剛好弟弟在內湖做餐飲外送 他也才觀察到 內科每天都有高達九萬人潮 這每張口不都是商機嗎 不然我們來做個吃狗 然後那時候想說 吃的要做什麼吃的 然後你說雞腿飯排骨飯到處都有 那想說除非你要做的 敢說做的別人好吃嘛 然後我想說做一些比較 比較別的沒有的 比較有特色的 那因為就是之前上一份工作的時候 也常常去香港 澳門 大陸 這幾個地方 有吃到煲仔飯這一道美食 於是他興起要做煲仔飯的念頭 開始在家練習包飯 也調製記憶中的花雕雞醬汁 甜麵醬啊 蠔油啊 然後還有一些獨家秘方啊 你那個放過多就會過鹹 然後那個過多又會過甜 當然都會有一些調整的 先醃過兩間的去骨雞腿肉 就在特製醬汁裡先沐浴過 然後下鍋爆炒 下鍋的時候最主要是要讓它的那個 它的醬汁 它的醬汁 就把它咬在雞肉上面 就要煎得讓它有點入味 然後呢 它的醬汁會附鎖在雞肉上面 當醬汁完全融入雞肉後 表面也會產生醬汁鍋巴 就在要起鍋前壓軸大戲 是倒入花雕酒 我們的酒病是酒味很重 就是我們有酒會再讓它燒開過 就它很像淡淡的酒香味 但其實正統的包仔飯上 並沒有花雕雞這項主角 完全是因為過去餐飲經驗 才會將花雕雞結合包仔飯 創新還包括加入更多的配菜 像是自家做的糖心飯 這個包仔它就一根青菜一樣而已 那我們因為這種這個 在台灣可能接受度不高 然後再來因應我們這邊 中午內科的需求 那我們就把它做得比較豐富性 就等於說會有一些配菜 可以讓它點菜 不會單單就只有吃肉而已 改良還不止這一項 因為服務的是內科人 高科技連吃飯都講求速度 於是它又有輕點子 一開始也是用正統的包仔飯的做法 它是用生米去煮 通煮 然後後來剛開業的時候呢 就客人就不願意等 因為正統包仔飯它必須要 將近17到20分鐘的時間 然後呢就後來客人就 因為這邊都是內科中午的上班族 因為他們休息直接有限 然後後來他們都說這樣太久了 那你不要 然後後來我就又改良了 又把它精進了 就等於說我是用半熟米的方式 去用包仔飯 西湖市場美食街 可以說是美食聯合國 中式 日式 韓式 再到土耳其 新加坡 和泰國料理統統有 前半年當它進駐時 因為競爭太過激烈 曾經慘到一天只賣出十幾國 一開始其實很多人不知道 什麼是包仔飯 那當然也是要教育客人 包仔飯是什麼東西 因為包仔飯在台灣 它比較少人去做 因為它麻煩 因為它的經濟效益不是那麼好 後來跟著因地質疑不斷調整 終於路過客變成買單人潮 今晚如此也不因為平價而犧牲食材 北郭華雞我們是選用這個韓國的花菇 花菇它是生長在長白山上面的 它的花菇吃起來比較厚實 有那種鮑魚的口感比較香 我們再搭配上那個嫩薑 然後以及我們特殊的調味料 還有一些少許的中藥粉 然後去醃製 利用30萬創業 年輕的阿華每天就像隻螃蟹 台北大直有一家創意料理餐廳 這店裡頭沒有菜單 全部都是老闆依照當季食材 自行搭配組合 做出了一道道讓人驚奇的好味道 這老闆其實是一個閱讀障礙的患者 他只會寫自己的名字 從小讀書就充滿了挫折 一天到晚跟人打架 讓父母親很傷腦筋 不過最後他在廚房裡 發現自己的專長 加上自身的努力 不識字的廚師 交出了事業上的高分 宜蘭跟訪魚港 在地人熟悉的海鮮基地 每當漁船回航進港 餐廳採買市場魚飯 一泳而上 搶活跳跳 很老啊 不少小餐廳個體戶 也知道這裡好料清清清 專程從外地沙來買新鮮貨 廚師王毅宏就開了一小時的車 從台北大職來挑選 今天的餐桌好料 兩塊就好 差不多煮湯的 當廚師第一基本功就是挑食材 跟著王毅宏選魚 絕對不會看走眼 基本原則一 我們在看就是 眼睛的厚度 還有會不會垂 然後還有魚肉的硬度 做的是無菜單料理 王毅宏的菜單隨著季節做變化 他說來漁港採買 新鮮當然沒話說 很多東西是一般市場比較少看到的 每次來漁港就像是在職進修 比較不一樣 比較多可以選擇 那也比較有變化 那也比較直接 可以了解到狀況 那這種東西跟他們的親近 是比較直接的 現在買魚大部分由信任的魚飯代勞 手養的時候還是會親自跑一趟 回想剛創業的頭兩年 每天凌晨就得買魚 只為了要給客人最好的舌尖饗宴 那邊吃得那麼多 我們這樣做了多久 那時候做了這樣子一年半 快兩年 只要去漁港 最早休息都是四五點 算是見不到太陽的那群人 最多差不多睡六七個小時 回到餐廳廚房換上廚師袍 王毅宏立刻變身美味魔術師 剛剛買回來的昂傲 然後身上還有海的氣息 下面的烤箱是讓它均溫循環 那它的魚本身的熟度是降進去的 上面的溫度是太激烈 就是瞬間進去 沒有那麼的好吃 王毅宏要做的是油封烤魚 先把魚送進烘焙烤箱做熱身 讓魚可緩熟成 保持肉質細緻 再上強力烤爐 逼出自然油脂 只是薄薄的油而已 就是封住它的原本的汁 讓它導熱速度變快 兩次的功能 所以它的汁跟它的甜味 都會更多的吃法 熱烤過程中不斷淋上橄欖油 美味浪花在魚的身上跳動 也挑逗視覺牽動唾翼線 每多久 簡單調味的新鮮原味 越上餐盤 就是一道太平洋海風 加酸菜 這是客家酸菜 酸漿豆 而另一道主菜 要做的是鍋燒滑菇雞飯 湖外剛剛煮熟的熱乎乎白米飯 王毅宏偏愛炒冷飯 我們的炒飯 粥 燉飯 這一些全部都是風乾過的 直接煮好的飯它的濕度夠濕 但它的香氣不夠香 粒粒分明不夠清脆 你一定要經過風乾 把它攤平 弄好 風乾 讓它的風味有沒有 收起來 炒到飯有點發亮了就可以了 米飯選的是含水度和口感 更生一籌的台東有機米 雞肉專挑人道飼養的黑羽雞 王毅宏相信食材好 料理自然從60分起跳 我們選用雞腿肉 它比較有嚼勁 也比較多人喜歡吃 但很多人不喜歡吃皮 它還有油 我們這些客人很多 皮烤得很酥 但他都會把它剝掉 因為客人這邊的飲食習慣 我們都事先幫客人做了這個動作 雞腿肉和青花菜汆燙後 覆蓋在剛剛炒好的白飯上面 加上秀針菇和紅洗菇 還得再燜五分鐘 加香菜下去 再燜一下下等它那個 這道西式的燜飯 加上在香港吃飯時 發現的港式滑稽飯做法 東西方料理方式 在王毅宏的廚房相遇 混合成獨家好味道 我覺得跟大家一樣 好像就沒有太多的意思了 所以我們就是要創新 去改變它 但是原則不變就是要好吃 然後健康 原味 在廚房變化美味 王毅宏游刃有餘 專業十足 完全看不出來 他曾經是個讓父母傷透腦筋的 叛逆少年 我只會寫自己的名字 部分部分都不會 患有嚴重的閱讀障礙 到現在三十出頭 還是只會寫王毅宏 和你我他幾個字 求學時期的王毅宏充滿挫折 是別人眼中的大笨蛋 你怎麼那麼笨 你不會寫字 你怎麼那麼笨 怎麼會這樣子雷到什麼的 我的親戚也會這樣子恥笑我 也會 我的親戚裡面 他們很少人看得起我 所以我很愛打架 很愛運動 只能從打架中找到成就感 問題少年混完國中 就出社會找工作 我做過很多苦力 只要在工地裡面 能做的我都做過 做過財博 做過油漆 做過水泥 做過冷漆 只要是苦力我都做過 因為他不需要閱讀 也不需要寫字 讓我 也這樣子讓我踏進料理 我遇到料理發現 覺得料理是不需要寫字的 料理是用心的 但後來遇到一個失誤就是 還是要做筆記 很好玩的就是說 我的筆記是見不得人的 見不得光的 可能香菇是用畫的 番茄也是用畫的 在廚房找到自己的樂趣和價值 王毅宏專精台灣 日本 法國 義大利等四國料理 將近二十年來歷練了十家餐廳 及各家公立與醫生 在義大利餐廳工作時 遇到的會員顧師傅請郎相授 他帶我到不同的地方 然後帶我去上海 然後讓我學到國際館 知道自己的東西在哪邊 在中國 在台灣 有些東西是不放的 他師傅是不會放的 但是西餐的他就會一直教你 我裡面的師傅 都是跟我做 才開始做我的料理 都沒有經驗 那我就是保持著什麼都教 什麼都告訴他們 無私的保留 會員相助加上四身勤奮努力 王毅宏的法國菜 義大利菜功力深厚 但是創業之初 他思考再三 才是衡量了各種條件 放棄法國菜 和義大利菜的傳統路線 要走自己的路子 我在上海的時候 我就已經很清楚說 我不適合了 因為我的語言能力 語言就是一個障礙 所以通常你要 會法國菜 義大利菜 你的語言一定要非常流利 非常好 於是他轉而利用豐富的料理經驗 融合東西方口味 中學為體 視覺為用 在Fusion路線上 混出一番名號 像是這道有機豆皮 飼餅滑蛋沙拉 把有機豆皮抹上芥末 捲上有機生菜 搬的東西它是 被包起來的時候 口感是不一樣 你生菜你散的吃 跟包起來吃的口感是不一樣 那裡面我們又加了柚子 就是日本的柚子醬 那你在吃它的時候 口感 味道會更不一樣 上面加茄子米 茄子米是炸過 就唇子炸過白冷 然後下去剁 為什麼要用炸 因為炸的溫度是最高 可以讓它糖分釋放 然後吃豐住 配上炸的酥脆爽甜的牛蚌絲 加上天然甘甜的柿餅 這個菜裡面的味道 是很衝突的 就是每個味道它是 不互搶 但是又可以互搶表現 那再增加了一個牛蚌的脆度 所以它裡面的口感 是滿豐富的 在使出這招蓬萊仙山 葡萄木的素雅炭香 讓舌尖迷魂在虛無飄渺間 國外的分子料理 他們在玩的時候 吃到的時候 他腦海裡面卻想到的是別的 就是腦子想的跟嘴巴裡面 是衝觸的 就是有點不一樣 所以這一吃下去 怎麼是有煙的味道 而深坑的冠軍竹筍 用烤箱蒸烤 是一般人想像不到的清甜爽脆 250度 溫度它高 它加水 那它醬子算是蒸烤 那醬又不像一般所謂的 蒸烤箱 這種就是達到 算是我用烤布丁的想法才去烤 由它的水氣 讓它的乾燒的溫度 達到高的時候 瞬子它會出來甜味 那也會吃到瞬子的纖維 本身的纖維 因為那種水煮 它畢竟在泡在水裡面 它的纖維會被破壞 比較不會那麼 對 比較沒有吃瞬子的口感 比較沒有那麼脆 好 這樣就可以了 在地食材脫胎換骨 脫去台胃 披上時尚外衣 兼具視覺嗅覺 讓躲在大直高級住宅區 生巷裡的無菜單私宅餐廳 創越四年賺飽口碑評價 烤豬舌 吃起來非常的讓你感覺到 有回到原野的感覺 就像我同事講的 好像被埋在土裡的感覺 然後一開始是聽到中式料理 想說中式料理會有什麼變化 可是來了之後真的覺得 他們那個廚師還蠻用心的 就是在食材上面 吃起來是健康的 對 它不會跟你造成很大的負擔 雖然因為電租高 食材貴 創業四年還沒賺到大錢 王毅宏堅持只要他的東西夠好 最後終究會有讓他滿意的成果 曾經受過貴員幫忙 他飲水思源 希望讓更多後輩跟他一樣 在人生的道路上 感受扶持的溫暖 終極的一個目標是可以創造更多 有想法的廚師 甚至讓他們有他們自己的一片田 就像譬如我的員工 可以他們 我希望可以幫助他們創業 可以幫助他們有自己的一片 甚至如果他願意接受我的東西 甚至要用我的東西 我都會支持他們 因為我覺得幫助人比自己有成就還快樂 會寫的字不超過十個 端出的美味不止一百道 王毅宏不怨天尤人突破先天的限制 要在廚房創造最終的一百分 閱讀障礙幫助我很多 因為幫助我讓我沒有自信 讓我很清楚自己跟別人不一樣的地方 但是也讓我更努力 化阻力為助力 正面看待挑戰 王毅宏的人生滋味 層次豐富 充滿驚奇 台東陸野有一個超人氣的導覽解說員 名字叫做阿渡 他結合了腳踏車跟在地導覽 搞笑的帶隊風格 每個月就吸引了上千人 來參加他的團 而阿渡最瘋狂經典的行程 就是像這樣子躺馬路 一大群人躺在馬路上 成為陸野的奇觀 而陸野的另外一個奇觀就是黑膠唱片民宿了 瘋狂收藏家大方的把近萬片的黑膠唱片跟訪客來分享 白色的莊園民宿天天都飄揚著爵士音符 來到台東陸野龍田村 如果沒有騎上一段腳踏車 實在辜負了綠應成林的道路 而在龍田騎腳踏車 如果沒有加入阿渡的車隊 實在可惜了全台最搞笑的自行車導覽 還有初級的就有高級的 高級的就在我們前面左手邊的十點鐘方向看到沒有 拿著擴音器 一邊騎車一邊解說的就是阿渡 帶著遊客悠遊田間小路 穿梭街道巷弄 走訪百年古蹟 麻煩過來認真看一下 仔細看一下 用力看一下 我可以跟你保證 這個地方絕對不會有地雷 對 你看頭前會死喔 再進來一點 真的 這個到底叫什麼了 甲板 甲板會在裡面 不會在外面 好不好 這個到底叫什麼 木板 木板 先生不用你講 大家一看都知道是木板好不好 所以真的從這幾個答案可以看到出來 我們這個團隨著應該沒有很高好不好 我們直接公布答案好不好 這個叫門板 有那麼難嗎 騎過鳳梨小農住家 阿渡也會幫忙叫賣 只要你願意50塊錢 鷹鵝小農的鳳梨或兩根冰棒或一罐花生 你們待會要是喜歡的話可以在那邊簽字畫押 順便付錢 其實剛開始這個活動的一開始是農民來找我 他說我去你騎腳踏車把客人帶來 那你讓我有機會介紹我的農場 那我就覺得說這個想法還不錯 就是我可以增加我行程的豐富度 但是相對的 如果也可以對農民有幫助開國 所以我就開始帶客人來這邊 所以就這樣子慢慢的 我們就合作了11年 從人文歷史到地方產業 阿渡用幽默揮寫的方式導覽介紹 其中最經典的就是躺馬路 我們要一起來躺馬路 跟您報告一下 這條馬路從大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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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年六月長到現在 我們已經躺過58萬9千 7百96人 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任何一個人 有被車尬過去的經驗 我也希望各位閉睛眼睛來聽聽大致的鳥叫蟲鳴聲 還有風吹風吹的聲音對不對 當然還有那個汽車引擎 經過你頭部讓你脖皮發麻的感覺 想一下 什麼時候你們可以囂張地躺在路上 來來來來 好了妹 來 小姐 躺下 謝謝你 謝謝我 真的 來 所以各位網上看 這樣的感覺還不錯嗎 來 我再給各位五秒鐘的時間 讓你們彼此互相交代一下事情 好不好 好 謝謝你們提車 起床了 這種阿度式獨特風格的人文自行車之旅 讓遊客印象深刻 很精彩 而且很生動 對 讓我們實際能夠體會到在這邊 對 不一樣的感覺 因為其實真的平常在都市不太可能 有這樣的體受 對 就是體會 我也覺得很有趣啊 因為在台北是不可能有這個機會 可以讓我們躺在地上 而且剛剛還有車子經過 很刺激 綁著馬尾穿著隨性的阿度 在台北的旅行社帶團將近20年 2001年 他說自己因為不知道要什麼 但知道不要什麼 就離開台北 流浪到台東路野 後來看到龍天村的綠色隧道 覺得單車旅遊很有前景 於是開了腳踏車出租店 又因為覺得單純租車太無聊 乾脆提供解說服務 一開始外地人導覽這件事 被在地人吐槽 我剛開始的時候 我講的不對 農民會吐我 然後我講的不對 客人會吐我 可是我就把每一個人講的過程當中 然後我們可以讓自己像海人一樣 你可不可以把它吸進來 吸進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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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很多人吐你越多 那你吸收的越多 來 準備跟我走吧 小姐 知道你期待在那裡 跟我們再說 十三年下來 阿度的店從最初的四十台車 擴展到四百台的規模 參加遊客每個月數以千計 成功帶動龍田村的發展 geek 我 variety很方便 謝謝 而龍田獨有的人文風景 除了阿度的單車店 还有中远志的爵士民宿 占地一万五千平的绿地 静静坐落着浪漫的白色庄园 推开木门一整面的黑胶唱片墙 成为简约空间里最抢眼的装饰 无需多说就知道民宿主人 是黑胶唱片的超级乐迷 事实上中远志对黑胶唱片 不只迷根本是疯 从19岁开始收藏 到现在已经拥有8000多张唱片 第一片是买的 第一片的话 我第一片的话应该算是 马丹娜这一张那时候 对对对这一张的时候 三十几年前嘛 那时候是国中的时候在买的 如果说你只能带走一张的话 我只能带一张的话 我会带那张 那个 Miles Davis那张 Skotch Ops 因为他的音乐 对 我是蛮喜欢的 相当相当喜欢的 对黑胶唱片如此痴狂 于是民宿的每个房间 都是以爵士传奇乐手的名字命名 并且装上黑胶唱盘 真空管 扩大机 以及听唱片专用的沙发躺椅 让房客在最舒服的环境下 享受黑胶唱片 流泄出来的灵魂曲调 那时候把这些宝贝拿出来 跟讲的房客 也会有点心痛吧 刚开始会有点心痛 对啊 亚诚在房间 他怎么滴动也不知道 所以一般来讲的话 我都会先去教导客人 来住的时候 会来教导客人 在房间里面亲自教导客人 如何的来操作 操作这个设备 唱片要怎么使用 都会来亲自跟他们讲一下 请他们稍微注意一下 这样子 会损毁过 有啊 后面有一张猫王的摔破 就在我面前硬生生的 就是掉到地上啊 就破了 那已经腰累了 心在躺起 会痛一下啦 毕竟自己收藏了那么久嘛 对啊 破了 对啊 对啊 你开始很后悔 为什么在房间 到 你说后悔倒是不会啦 因为 讲比较实在的 这些跟我跟那么久了 以后我走了 我也带不走他们 对不对 对不对 好 那就干脆来 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些音乐 对 对 就是把你喜欢的音乐分享出去 对对对 也希望客人能够来爱惜他们 对 毕竟这是有生命的 对对 谈到心爱的收藏 终远至感性而深情 对他而言 音乐是融入生命 融入生活 不同的天气 不同的心情 都有适合聆听的歌曲 所以今天现在下雨了嘛 然后现在又是九月 那我们就来听听看 Dana Washington有一首 Supimban in the Rain 还蛮不错的 那跟现在的场景 的情境蛮像的 所以你现在什么心情 就可以挑什么歌这样 对对 有时候放音乐还是会 看当时的心情 适合什么样的音乐 还要场景 对 所以还要知道 是放在什么地方 大概啦 我自己放的我就会知道啦 是啊 好 那我们听一下这个 好 每一次播放黑胶唱片 都像一种朝圣仪式 清洁刷要轻轻刷过唱盘 刷掉静点灰尘 一支曲子要播完才可以换片 他说这是对乐手的尊重 为了让黑胶永久保存 他也会定期清洗唱片 因为这个水不太一样 是什么水 RO逆渗透 就没有杂质的 好 这是静电的 静电的 对 一些 药剂 好 像这样的话就是需要洗了 有一些油污啊 发霉的 好 这样子就是 就会需要要洗了 OK 差不多让它转个几圈以后 先用一个发震器 好 再让它启动 好 这样子就好了 好了以后 好 它用真空吸 好 用吸的 相信 亮晶晶 给你瞎瞎 记得洗完唱片以后 换一件衣服 就跟我们洗澡一样 洗了澡 不要再穿旧衣服了 用旧的套子的话 有洗跟没洗就都一样了 看到唱片洗得像新的一样 脸上尽是喜悦满足 这个比音乐人还音乐人的民宿老板 年轻时被派驻到美国担任 外面的网络工程师 回国后又在金融业任职 道路也开民宿 从来不在他的计划 没有退路 把自己的退路都断了 他们在台北 把房子也都卖掉了 卖掉了 卖掉了 就断了后路 对啊 因为如果是说 要下定决心吧 下定决心做 就把这件事情给做好 把全心全力的 把这件事情给做好 黑胶有什么那么细腻 黑胶的 最主要是它的一个温暖 它让人有一个蛮温暖的感觉 听起来会比较舒服一点 对 而不像在CD 比较流现代的音乐 CD 那个数位音乐 太平面了 比较没有温度 黑胶唱片的温度 温暖 失忆 失落的心 绝身乐曲的深度 升华难以承受的痛 爱乐成吃的民宿老板 希望把这场穿越时空的 心灵洗涤 分享给来自远方的 身心疲惫的旅人 台北市士林夜市附近 有一家超人气的串烤店 由木造装潢的日式食堂 怀旧温馨的气氛 被电影棕破塞的剧组看上了 专程到这里取景 有好多掏客呢 就是冲着电影场景 来到这里朝圣 照片上也有芝麻青酥 脆皮鸡推卷 酥炸鸡软骨 都是蛮受欢迎的 可以参考看看 芝麻青酥 一份芝麻青酥 盘台上摆满季节蔬菜 和生鲜肉类 每一样都让人好想尝一尝 好难下决定 你有来过可以推荐吗 你们串炸的部分 我觉得数量还蛮够的 可是你们可以搭一点蔬菜 像是芥末小章鱼 它也是沙拉嫩的 虽然是第一次上门 但你们可是点菜行家 待会吃到这颗牛番茄 可是会叫人惊愿喔 究竟怎么做的呢 老板把独家创意大公开 现在我们要做的这个是 店里蛮受欢迎的 一个串炸料理 它是叫做番茄拿玻璃 首先把九层塔 切得越碎越好 撒上胡椒和盐调味 让香气更加充足 将牛番茄对半剖开 把果肉挖空去籽 填入九层塔辛香料 放入德式香肠切片 再塞入大把大把的起司 两半起司内馅都塞满了之后 再把番茄合并起来 恢复成一颗完整的牛番茄 用竹签固定之后 就准备下油锅了 捞起来的牛番茄 裹上了金黄色的酥脆表皮 内馅如何呢 很令人期待喔 在切开它的时候 起司会在番茄里面融化 那番茄经过加热它的香气跟味道 还有它的一些汁液也都会跑出来 那吃起来会多汁 然后混合的起司 吃起来就有点像在吃拿破 一直撒这样的感觉 这大概是我第三次吃这个吧 那萝卜其实来都会点一下 因为其实它真的还蛮香 蛮入口的 对 那其实一点都不太油腻 所以吃起来很爽口 今天要不太好吃 老板说店内还有一道 要充满创意的夏季限定餐点 也是独门配方 这道铁锅章鱼烧呢 是因为夏天的时候 我们推出的 比较季节性的一个菜色 那这个菜色呢 灵感来自当然就是章鱼烧 因为串葬它其实是 大阪那边的比较盛行的料理 那章鱼烧当然也是 可是因为爱于设备 其实我们没办法去做 像章鱼烧丸子这样的章鱼烧 所以我们就想说 让大家直接吃到这个 章鱼烧这个更扎实的口感 一般章鱼烧都是圆圆的 但这家日式食堂有不同做法 将特调的酱汁倒入铁锅当中 加入昆布让酱汁更为浓稠 为了让章鱼烧尝起来更加香甜 不加砂糖 而是加入勾勾的麦芽糖 我们选择麦芽糖的原因是 因为它其实比较不会甜腻 它的味道上比较不会甜腻 然后还有一个特别的香气 那我们希望这个章鱼烧 因为章鱼烧有些人 他可能在吃的时候 他会害怕它的腥味 那我们用这样的甜味来 一方面是克服那个腥味 然后另外一方面是 让它这个甜味上 比较不会那么的腻口 这一熬得熬两个小时 直到章鱼烧表皮变成咖啡色 切块后淋上沙拉和芥末酱 撒上调味料夹点柴鱼就可以端上桌 和外面的一般圆灯那种不一样 它们是用卤的吧 就吃起来没有嚼劲的 然后蛮入味的 香味香都不错 香味香很Q 很有嚼劲 里面有剪一些就是芥末 然后我们刚才不知道 然后我就直接吃了 所以刚刚有下到 不过就好吃 特殊的口感客人都叫好 小小食堂里的茶泡饭也很有特色 为了摆盘漂亮 得先将虾子处理干净 泡一下面粉浆 裹上面包粉 放入油锅中 等待虾子炸熟的期间 老板先在碗底 放上特制的味噌酱料 把蔬菜饭素磨成形 放在碗里 加上芝麻还有葱花 再把炸好的虾子 当作装饰品 虾子刚刚在炸的时候呢 虾头我们会尽量保留它的形状 让它的脚显得生动一点 都摆放好了之后 加入准备好的茶汤 放入海苔来点缀 色香味俱全的茶泡饭送入口中 小小一家日式食堂 灵魂人物当然就是 行男老板郭廷伟 七十三年次的她 十七八岁就出道做起餐饮学徒 2009年在士林夜市 卖关东煮摆摊起家 常常都得忍受风吹日晒雨淋 不用跑警察 但是还是会被离开罢单 那因为还是会有一些 占用骑楼的这个情况 因为其实没有合法的摊位 那以前推摊车的时候 比较常遇到状况就是 准备好要营业了 本来没有下雨 突然就下起了大雨 可是你已经准备要营业了 常常都是浑身湿透 然后就是没有要 所有的东西都是一团乱的 对 因为这个在外面 那环境就不是很好 辛苦的撑过三年 赚到了第一桶金 老板决定搬到店面来营业 这特殊的木造装潢 怀旧温馨的小店 还被电影《棕破塞》劇主看上 来商界场地 他们希望就是有 比较怀旧一点的这个气氛 其实我们这个也是很老的老房子 去做整修的 所以他觉得可能这个样式上 比较符合他们的设定 小店因为《棕破塞》取景更红了 店内就有客人 就是冲着电影场景来朝圣 在网路上看到的 然后就是听说 这是一个电影的场景 对 好像是电影《棕破塞》 最后一幕 然后小碗的便当店的场景 没有想到 因为电影拍起来 感觉还蛮大的 就对 素质还蛮小一点 营业空间只有七平大 十六个座位 再加上价格平时 要尝美食还得上门请早 虽然食堂卖的是日式料理 但和棕破塞一样 庭尾也能端出一道道的 秋楼菜 在屏东有一家果干公司的老板 整整花了两年的时间 专研如何用常温干燥的技术 来保存水果的营养价值 在倒掉了一车又一车的水果废料后 他终于找到了成功的秘方 这一项MIT的独门技术 还让日本人特地组团 来取经 一口接一口 手中拿的果干 吃起来紧索取 鳳梨果干 看起来跟向日葵一样鲜艳亮丽 芒果干也呈现出 黄澄澄的饱满视觉感受 而这块紫红色的红龙果 更是果干界少见的新产品 不过不说您不知道 这些看似干干瘪瘪的果干 跟一般市售果干 最大的不同就是泡水之后 居然切片的果干厚度 会慢慢膨胀 还原成跟新鲜水果 几乎相近的风貌 就连口感尝起来 也跟原来的火龙果 苹果一样汁 吃苹果跟外面吃到的苹果 比较不一样 这个就蛮天然的 好像没有添加东西 那外面吃到的都是脆脆的 好像是那个油炸 油炸过的 这个看起来 吃起来就是蛮健康的 比较QQ的 然后它的原味还是有在 就是说它的芒果的味道 还是蛮浓的 就是跟吃新鲜的果实 还是差不多 没有超弹度 对 果干还能吃到水果的新鲜度 真有这么神奇吗 来到无独果园 诺大的农场 有屏东县府挂宝镇 里头的植物都是有机栽种 随着农场主人的脚步 果干公司的董事长李尚佑 还没有看到它收购的水果 已经像是神农士一样 开始清肠白草 随手一摘 绿叶就往嘴里塞 这属于莫草的种类 对 这我就没了解 我知道它叫辟邪草 有乳汁的植物 通常它的酵素成分都比较高 对 董事长这个叫做青芳草 青芳草 很好吃 也很好听的名字 青芳草 甜甜的 它脆脆的 对 它整个嘴巴口腔很舒服 对植物的营养成分辽落执掌 因为它投入食品加工业已经十年 为了让果干保留最原始的营养价值 当然源头就是要挑选品质优良的水果 从柠檬树上剪下一颗颗 一手都快要无法掌握的饱满果实 过得了农妇这一关 不一定过得了果干董事长这一关 像柠檬 我们最忌讳的是它受伤 然后受伤的话它会感染 像这种情况 这个它是小的时候被咬的 那它长大的时候恢复的话 这个我们还是会用 我们不要抱点天物 这好的东西我们尽量用 因为它是没有感染 因为它是复原的 像这个 是受伤的 这个也是 菩萨醉 培高达达 就是这样子 就像我们南部应用 我们老人看的 这样培高达达达达就是像这样 去无纯金 留下好的水果 才能做出品质优良的果干 一整车 现摘的香水柠檬 送进了果干公司的厂区 虽然都是有机无毒的 因为不去皮 还是得把尘土洗掉 泡泡澡浸身一下 老板还特别将臭羊 打进水桶中30分钟 去除水和柠檬的异味 因为臭羊它的这个 杀菌消毒的效果非常好 所以我们特别在这个 清洗的部分 加一个臭羊的 消毒的程序 把清洗干净的香水柠檬 放入自动切片机中 在平均分配好 铺满烤盘内 送进专业的烤箱当中 烘好的过程中 每隔一段时间 就得翻一翻 看一看柠檬的色泽 保持柠檬果干最佳的状态 而这一烤得花五天的时间 不用油炸的方式 才不会让养分流失 而不同的水果 关禁闭的时间不太一样 像是苹果干 只需要48小时 能不能蜕变成色香味俱全的果干 关键技术在于常温干燥 最佳的温度控制在35度C 这项MIT的独门绝活 让日本人特地组团 来果干工厂取经 35G它对于营养素破坏 不会那么高 但是它速度是最快的 直至新鲜水果最营养 干嘛要加工制作成果干呢 原来老板一开始是抱著 要帮农民消生产过剩的水果的心态 没有想到竟然也帮自己开拓一条菜路 我们一开始其实不是很看好 看好果干这块干燥的产品 那我们想说我们尽量帮农民试试看 结果我做的时候 发现做出来的这个成品品质 出乎我们意料之外 不过经营果干这条路也不是一帆风顺 曾经在两年的摸索过程当中 倒掉了好几车失败的水果废料 老板说心真的好痛 我们有一次是温度没有控制好 结果全黑 整个机器里面芒果全都变黑 终于在一次又一次的惨痛教训当中 慢慢做出麦像家 口感好 又不添加化学成分的果干 即使成本比市售果干贵了一倍 售价也不清明 但光是艾文芒果和金钻凤梨果干 一年外销日本就破一千顿 在崇尚天然健康当道的日本零食市场当中 成为抢手货 每个精彩人生都在台湾一千零一个故事 说不完的故事让海音慢慢说给你听 别忘了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会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